我看网上大家都喜欢玩那个高音挑战 高音呢确实是一个很难唱的一个东西 但我今天要发起一个全新的挑战 叫做低音挑战 好吧 那我们现在开始 听见了吗 今天呢我要发起另外一个挑战 这个挑战呢 其实有点难度 这次挑战呢 就是想看你能不能从 凭空啊 就凭空 你看 什么都没有啊 空了 这凭空从嘴巴里面 淘出来一个水果 那我们先开始啊 李荣华老师 永齐 每次叫你的名字的时候 我都会想另外一个 我们很熟悉的人 这个人名字叫尔康 你叫合肥离我老家有多近吗 多近 骑自行车大概只要十几个小时就到 对 我末江跟丽江差不多 骑脚的车大概 那你那么说 我是淮河跟丽江连着了 我安徽的 我划船就可以到丽江 我那么跟你说 就是我从安徽的蹦步啊 有一条活着淮河 嗯 划到丽江的话 可能要来生 我家离你家很近的 我安徽的 你借钱我们连在一起的 你家到他家大概多久 我大概骑自行车的话 可能三十多个小时就可以到 这么近啊 对 我常去常去 我过生日的时候 那个微博上面 就都是那个学生的 粉丝组团 就是我过去完全找到那种 就是我以前 给我爷爷过去 那个状态 就每个人都送来 发来会 就我不知道 我现在就完全是一个 四代同堂的状态 四代同堂的状态 哎 你看那是一个那种各种 儿媳妇的状态 儿媳妇的状态 我们走了 先把理睛剃出来一下 没事 你带理睛在牙缝里面有气势 你可能打架的时候 牙缝里有个理睛上 别人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现在一下气势就上来了 他为什么这么热了 太阳晒的嘛 我们就在这晒一晒 晒一会应该有这个状态 可能我好几天没看见了 哎呀老师 讲高了讲高了 对对对对 我上次看了他才那么高一点 再那么高一点呢 也是超量的 晒一米 晒一米 这个叫声呛醉虾 他现在撞的是醉 就是你咬他的时候 他会喊一声 哎呀 来一条就行 不用开 你连虾皮都吃进去了 你先等一下 来你把这虾剥了给我看看 就是我们都只是吃中间的那块肉而已 他头是不吃的 我以为这个现在扒一点 那俩给我扒一个 我眼睛不行 我之前旅游的时候 我是特别爱去每一个地方的动物园 但是我从来没有 像节目里下达任务这种尺度的说跟狮子 跟老虎 对对 而且还有拿照片去吸引他 你乱一没看上 你这我们没有意见 最让 这是我对你们说 这全世界上 你应该见到我们公司 最想打回他 那是什么 情绪发生 情绪发生 咱们不管哪里 都喜欢家庭 都像常常没有人给我家伙的 那边知乎我已经准备好了 让我撒你了 你带我去找他 你们知道他在哪里 就在隔壁 真的假的 拜拜